阿里山森林大火到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 初步研判起火原因是人为所导致的 但到底是烟蒂还是有其他的行为 已经是由森林警察来调查 除此之外 新竹监石厢在20号也发生森林大火 21号中午还有两处需要灭火 但申请了空中灭火之后 又因为云层太厚所以无法起飞 只能够先由地面部队拉出防火项来避免火势蔓延 消防人员布置水线 缓慢爬坡挺进火场 整座山满是被烧焦的痕跡 由于当地多是竹林跟草生地 火蛇蔓源迅速 导致这场大火 从十八号下午烧到周日还没扑灭 除了地面也得仰赖空中救援 二十号为止共飞行三十一架次 载运一百零一公吨的水灭火 加益领馆处研判火警恐是仁为导致 已请相关单位调查 新竹尖石箱也同样发生森林大火 截至周日上午还有两处明火等待扑灭 但受限地形无法拉水线 只能请求空中洒水 却一度碰上云层过后无法起飞 只能在场待命 等待天气好转时随时出发 派遣地面部队结合原住民 前往屁防火象防止火势扩大 镜头转往南部 高雄也因为九旱不语 六规区老农溪周六下午发生河床大火 在风势助长下火势蔓延近三百公尺 险些颇及十八罗汉山风景区域 消防局出动十四车二十六人 周六晚间将火灭袭 也提醒民众高雄近来九旱不语 任意气质烟蒂或引火 都可能造成山林大火 千万要留意 记者综合报道